而紧接着来看到这是台语天后江慧晚间呢 在南台湾的高雄巨蛋开唱 现场一样是爆满作物举行 强阵过后 聆听台语天后江慧的歌声 让心情稍微放松一下 加上轻快的组曲舞团伴舞 让歌迷们不禁跟着节拍唱起来 而且在南台湾高雄巨蛋第二场的演唱 一万一千个座位一样是座无虚席 和6月1号的场子比较起来 江慧尽管说自己被南部热情的歌迷影响 有些紧张 但台下歌迷反而利用演唱的空档 和二姐一打一唱 让气氛轻松了起来 没有脚本 传选很自然的互动将会给人的亲和力十足 一点距离也没有 聆听这位台语天后的歌声 每一句都唱到了歌迷的心坎力 来看台语天后张惠昨天再度站上了高雄巨蛋 开演唱会 现场是涌进了上万迷的歌迷 而南台湾的歌迷真的是好热情 狂喊二姐好漂亮哦 二姐我爱你 也让江慧开玩笑的说 要直接坐下来跟大家聊一聊天 也让台下的歌迷笑翻了 高康的赏音震撼全场 江慧的歌声无断深情还具有穿透力 穿着亮衣闪亮上衣搭配透明红纱 露出修长眉腿 二姐江慧就像女王吸引全场上万歌迷目光 不仅有抒情歌快歌同样难不倒台语天后 二姐还跟着舞者一起舞动身躯 同样让台下观众听的是如痴如醉 江慧第九场演唱会持续在高雄开唱 看到台下上万名歌迷如此热情 二姐不靠特别来宾 画夹子一开直接跟台下观众画家常 我带来的耳机还听到你二姐好快乐的大声 你靠着我讲幸福的愚公赛吗 谢谢你们谢谢 真的 这样 这个来的时候像少年你不敢说 我才会听不过 我才会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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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的清明作风 以及首首唱入民众新卡里的感动歌声 能让江慧在台语歌坛屹立不扬 明时室闻成大嫂 高宏市报道 今天最新江慧敬花水月第九场演唱会 今天晚上在高雄唱第二场 照样几报粉丝 但有的是大胆的粉丝状况连连 比方说有人直接在台下示爱 大喊江慧好漂亮 甚至有人说要请二姐嫁给她 让江慧哭笑不得 高康的嗓音一出现 二姐江慧穿着一袭女王装 配合万丈光玛的效果现身 让粉丝情绪害到最高点 比赛前一晚在第一首歌后 将会换上高雄场 专属的雪牌亮银透视装 没想到第二场粉丝更加热情 在台下隔空告白 花彩刚说完 另外一边又有人加入战局 让江慧哭笑不得 有场声有笑声 江慧也跟着舞者 在空中展现曼妙姿态 用最完美的演出 回报南台湾歌迷 TVBS新闻装盛雄 SNG小组高雄报答